所以小孩变得非常不健康 却发现说学校很多的结构性的问题 那个结构性问题 其实我们在花再度的努力 我们发现是无法改变的 它是一个真正的经过整合的 是一个有机体的团队 从最高的领导者 到最基层的执行单位 包括我们的家长 就是连学生都跟我们合作了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馈系统 这个回馈系统 当然我个人担负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去观察孩子的学习品质 老师的教学工作 老师的身心状况 家长投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同时老师也会回应 家长也会回应 孩子也会反映出来 就像我们自己有一个自我觉察的系统 从政治的角度来办 很特殊的一个氛围 林郑修说 如果能够将这种 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的办学理念 推广到整个台湾 就有助于加强社会的凝聚力 这个以前台湾的尊重 都来自于最后的权威 就是戒严体制 反正就是大家都不准动 可是那个没有之后 台湾这个民主的过程里面 比较不懂得尊重别人 而且这个不尊重的根源 是没有安全感 我们凝聚社会共识 家长老师 所以这两个都算是 台湾很细致很特殊的 这个社会运动 要让它变成运动 然后变成力量 然后让掌握权力的人坐下来 耐心地听完 而不是赶快开完支票 这次总统选举 台湾选民除了要投票 选出新领导人 还要就民进党提出的 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议案 进行公投 陈水扁出席民进党 228纪念日活动的时候 也都为这项公投加温 民进党他非要把入联公投搞进来 国民党也不敢不搞 要搞反联公投 其实这两个公投 本身就是同毒问题 唐飞八年前民进党初执政权的时候 做过陈水扁政府的行政院长 随后 在两党斗争之下被逼请辞 他深刻体会到 台湾这八年来 因为政党对立互相虚号 关系到人民福祉的议题 反而得不到重视 因为你投公投的时候 你就先把这两个总统 新的候选人绑架绑住 如果入联也好 反联公投通过了 通过了你这个新党选的 我第一件事情 我要去执行这个公投的决议 那我原来所有打算要改善两岸关系 促进两岸商业商业 来让台湾经济在 这不都落空吗 你不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你要变成 这个是中国 北京不能接受的事 好论范围 到达某些深度 或者到达某些宽广 去年 唐飞成立了一个 关注台湾前途的组织 目标 要为台湾的未来发展 向新政府出谋献签策 你要注意 很多因为政治因素 给它的限制 你如果不给它打破 不给它解除的话 它就是现状就是这样 不解除 这个金融不能够直接来往 台湾过去自好 自己认为 我在中国 我们是民主的先锋 我现在坐在这前面 是 代价已付过了 台湾的新的世代 其实比较没有过去 这些历史的仇恨 这些包袱 所以我们希望说 能够从新的世代来崛起 台湾有新的领导群 有新的观念 然后能够让台湾走向 它应该走的方向 累积起来 也算是我们一个 有点带着苦涩味道的民主 我们的体验 就是以前大家对民党 有非常多的期望 甚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那这八年就是让它试试看 我都觉得 大概都是民主该付的代价 只是希望回头的时候 还来得及 台湾总统选举进入倒数阶段 三个星期之后 一切将会尘埃落地 台湾人 特别珍惜手上的一张算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